好 来了个小朋友 对 唱几年级了 三年级 唱三年级了 我的爱好是交朋友 不交坏朋友 像说今天不光你一个人来是吗 我妈也来了 你妈妈也来了 妈妈也来了 妈妈是妈妈呀 哪个是 穿红衣服的地方 那是妈妈是吧 这孩子从多大开始让她学唱歌跳舞的 五岁 五岁啊 这是打算往民生的路上培养她呢 她自己喜欢吧 我就随着她 是吗 小时候看着电视里 他们那个 就是看着他们那个就是星光大透 还是什么舞台上 就是春晚吧 比如说 我看着他们就是跳着街舞给人伴奏 然后我就在旁边在床上 二三岁的时候就咚咚咚跳 二十三岁的时候 嗯 二十三岁 两三岁左右 二十三岁 哦 这个以后可能就成为大明星了 也有可能成不了大明星 如果成不了怎么办呢 对啊 成不了那我还是会努力 哦 还是会努力 不小心 还是会不会 那么 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三位台判老师 刘先生 看完这孩子演出您觉得怎么样 啊这个舞蹈啊 我不敢放假评论 因为我们这儿做了一位专家 呃 纳薇先生 哦 他忘了 对 因为纳薇对舞蹈很有研究 啊 什么上盘下盘呢 舞蹈的历史啊 他懂得比较多 还是听听他的意见 说得好啊 我们先问问纳老师吧 嗯 纳老师作为一个资深的舞蹈专家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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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对我的赞美啊 这个我觉得这 这是新的广播底操吗 不是广播底操 不是啊 我还以为是第29套广播底操呢 对 是 我觉得呢 这个这么小的小女孩能运动 啊 能这么灵活 我是很羡慕的啊 哎呀 我要是能像你这么灵活就好了 啊 这个从舞蹈上面讲呢 我觉得这个 很像五周童 讲一讲吧 哎 吴老师好 我觉得他的舞台的感觉还不错的 有一种舍我欺谁的那种气势啊 你这是夸人家吗 那 当然了 这是夸人家吗 我还没有收到舞蹈 现在的铺垫 这小女孩在舞台上一站的话 就有那个样 我觉得以后真的是有机会的话 但真的是可以往演艺方面发展 但是这么小就练街舞吧 我迫有点担心 因为我 据我了解街舞这种舞蹈的话呢 是 呃 在西方的话真的是在街上玩的 但你这么小的话 这个 我不太建议你真的是在街上去玩 我没有去街上 我这老大在家里不去街上 没在街上 哦 那那不叫街舞 那叫家舞 算了五周童 这样这样 叔叔给你出一招 也许对你的舞蹈有帮助 好的 那个 嗯 能跟我学下五子旗吗 哈哈哈哈 有关系吗这个 这个 这个叔叔和爷爷说的都是为你好 真的吗 希望你能够成才 没错 你要听我一句话 你别学跳舞 学向上 你愿意吗 你得这么想啊 学跳舞 你学好了 我晚会上 谁是跳舞 咱们站一唱歌的后 我们三百个跳舞的 谁能记住你是谁啊 舞台上很小的 不会大的 太大了也差不多三百个人 除非 除非两百多个人站屋顶上去 嘿 这有道理 那不少了 希望你成功 好吗 好 坐这休息一会儿 谢谢 来坐一下 谢谢